战争中最烧钱的武器弹药排名 战争的烧钱程度一定超出你的认知 垫底的是子弹 子弹是战争中消耗最多的一种弹药 因此造价也积极便宜 根据口径不同 每颗从2元到30元不等 拿火力最密集的加特林机枪距离 6个枪管 每个枪管每分钟能打出1000发 1颗7.62毫米口径子弹 6元人民币 每根枪管寿命1万发 就算连续激发10分钟打到报备 弹药费用也才36万 第六名 炮弹 炮弹比子弹口径更大 不仅提升有威力还有造价 一颗炮弹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拿1130进防炮举例 11根枪管 所搭载的炮弹是30毫米穿脚弹 每个炮弹造价近1000元人民币 其射速非常惊人 每分钟能打出1万1000发 因为射速快每秒183发炮弹 脸射3秒就能烧掉50万 第五名 航空炸弹 航空炸弹是轰炸机和战斗机上 投放的一种爆炸性弹药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炸弹 种类极其庞杂 一枚500磅的常规炸弹造价1.8万 一枚2000磅的常规炸弹造价5.1万 一枚GPU10制导炸弹造价18万 哪怕是二战时期 投放的原子弹也属于航空炸弹的一种 虽然威力惊人 但造价并不高 弹药本身仅消耗了约600万 远没有达到千万级别 堪称性价比之王 第四名 火箭弹 火箭弹是靠火箭发动机推进的弹药 因自带推进动力装置 造价也成倍上涨 227毫米火箭弹 一颗60万 300毫米火箭弹 一颗75万 而一门12管300毫米远程火箭炮 一次骑射就将消耗900万人民币 这还单单只是弹药费用 第三名 中文远程导弹 依然是自带推进动力装置的一种武器弹药 与火箭弹最大的区别是 可以精准打击目标 与火箭弹拥有更多的助推燃料 虽然射程可达到8000公里 不过造价也很惊人 例如战斧巡航导弹 仅一刻就要780万 第二名 鱼雷 鱼雷是一种水下武器 相当于一种非常小的潜水艇 有螺旋桨推进舵控制方向 用于攻击水面及水下目标 是海军最主要的攻击武器之一 就单单一个鱼雷就难倒了很多国家 研制困难和研制费用高先不谈 因为最新的MK48重型鱼雷的价格 达到了3000万人民币 至今能独立研制全系列鱼雷的国家 仅近只有9个 第一名 洲际导弹 洲际导弹之所以昂贵的原因是 威力大射程远 拿东风系列洲际弹道导弹为例 可以在铁路或公路发射 可携带10枚分导式核弹头 射程可达14000公里的远程导弹 可在30分钟内打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仅仅一枚推进导弹 造价3.6亿人民币 这还不包含必须要搭载的核弹头 再加上弹头发射一枚洲际导弹 能烧掉至少15亿 像如此烧钱的武器 一般国家还真玩不起